天安门城楼前面这个灯叫华灯 在天安门城楼前以及天安门广场 长安街还有天安门城楼后面 门前面这个灯都叫华灯 这个一共是二百五十三级 这个是一九五九年的时候建国十周年 然后周总理从十几种方案中亲自选出来的 天安门城楼前面这种叫九球莲花冬 沿这个长安街东西再往外走 那个灯就跟这个不一样 那个是叫十三球棉桃灯 那个棉就是棉花那个棉 桃就是桃花的桃 棉桃灯 长安街上那个十三球棉桃灯 那个先拍不到 我现在在天安门城楼前面先说这个九球莲花灯 这个九个球就是因为它上面有九个灯嘛 它为什么叫莲花灯呢 因为在设计之初的时候这个这个灯罩啊 它是一个莲花形状莲花形状的 但是当时那工艺水平达不到 所以都做成这种圆球形的呢 但是做出来之后这个看这个实际效果的话 这个球形也非常也非常好 所以说它这个就再说这已经有了纪念意义 属于一段历史嘛 这个就没再换 一直是这种球形 在这个天安门城楼前面看这个灯的话 这个灯罩看上去比较小啊 其实这个灯的话直径是 这一个灯罩是五十厘米 这个是非常大的 这个是这个滑灯的底座 这个灯的基本外形基本上没变 但是它做了这个八四年的时候 这不有个往下照的一个灯吗 这个是头光灯 这个是八四年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时候 它给做的升级 然后这个灯柱呢 在以前的时候 它是一个水泥杆的 这个是九九年五十周年的时候 然后化成了这种金属杆 每当有这个外事活动的时候 还有这个天安门城楼前面 这个九球莲花灯 还有对面这个长安 对面这个长安街上 这个九球莲花灯 当然不包括这个天安门广场里面 到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 这块这个莲花灯 它这一共是三十六盏 这个会挂上中国的国旗 跟来访国家的国旗 这个基本上就知道哪个国家来访问 这个一般比这个新闻联播 还要提前知道 在这个天安门城楼后面 跟这个端门之间 还有道五门 这也有花灯 那个是五个球的 上面是也是这种圆球的灯罩 这个都是一样的 还有那个长安街上那种 十三球棉桃灯呢 也是这种圆形的灯罩 白色的 它那当时设计的时候 它为啥叫棉桃灯呢 因为它设计的也是一个棉桃型的 也是因为工艺不允许 做成圆形的统一的 后来就一直没改 华灯的外形从1959年 基本上没有变化 只是对它这个灯源啊 各方面给做了更新 比以前更亮了 天安门广场这些花灯 有专门的人来维护 被称作是花灯版 现在已经更新了 好几代人了 之前已经年的变化了 这边 就是 这么多的 这边 相冒